新竹县政府在体育馆 举办大作家与小作家的 《下午茶之约》 邀请著名作家 同时也是退休校长 吕绍成 与县内小作家一起分享 创作《夏天已过去》 这本书的《行路历程》 透过这样文字的阅读 锻炼自己使用文字的能力 今天是大作家与小作家之约 等于说他们是我的读者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他们也会写得出很多书 那我都成为他们的读者 因为现在三西盛行的时代 大家都不太会买出来读 所以这些孩子愿意 把自己心得写下来 然后投稿我觉得不容易 会中也表扬133位小作家 因为他们的作品 在各个报章杂志刊登 而借由表扬活动 鼓励孩子们乐于阅读 多投稿 而文章能够被刊登 对于小朋友 也是一种写作的动力 这次我有四篇文章 都被登到国内日报 其实写作是快乐的 你只要平常有什么事 你只要把它 就当作生活日记 然后把它记下来就有可能 然后投稿到国内日报 上面就有可能会被登开 县府积极推动阅读教育 每年编列500万预算 充实学校图书馆以及设备 使孩子们拥有适合阅读的环境 与多元书籍 让孩子们爱上阅读 使阅读成为最好的朋友